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卡方检定中的独立性检定 何谓独立性检定呢? 就是说,当观察值具有两种不同的特征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叫做二因子的一个列连表 二因子的列连表就是说来检定这个两心子是否相关 那么我们做成了一个像一个表格的方式 这是一个矩阵的格式 那么我们用的是R R是指的是列 这要叫做row C呢,就是所谓的column column指的是行 所以这里是R乘C 这个地方虽然是念的是乘 但是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念 R乘C的表 就是RC表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里面一共有R乘上C笔资料 那我们的自由度是怎么算呢? 这里一共有R列 每一地位的话呢 我们都要扣一个所谓的自由度 要降低 所以是RC要减掉R C呢,也要扣掉C 扣完之后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到最后有一个重复扣的一个位置 我们再加一 因式的分解之后 算出来的结果是R减一乘上C减一 算起来非常的简单 所以记得R乘C表 它的自由度 就是列跟行的话呢 各减一相乘就对了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独立性的检定的例题 让各位同学了解 现在的话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抽了一千个人 我们调查宗教信仰的一个关系 宗教信仰 我们想要知道说 它跟地区有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拿的是美国的一个例子 这个地方我们限定三种不同的教 然后呢 我们想要知道是 宗教信仰跟区域有没有关系呢 总共有一千个人 然后我们把这个美东 选了六百个人 美西选了四百人 然后分开的调查的出来的结果 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列连表 好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想了解它是否独立 那么独立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统计独立 那么我们两者的因子的交集 应该可以把它拉开 变成两个几率的相乘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几率先列出来 首先我们先列的是 全部一千人 那么基督教的几率是多少 就是比例 批基督教 基督教的话呢 是总共有一千人里面 三百三十六人 所以是千分之三三六 天主教从这边看过来 这边是三百五十一 所以天主教我们可以把它列出来 千分之三百五十一 再过来是犹太教 犹太教的比例是千分之三百一十三人 算完了这个教了以后 我们还有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美东 美东的几率是千分之六百 还有一个美西 别忘记了 写下去千分之四百 全部的资料先列在这边 我们下一步 我们就要算它的独立性的问题了 我们先针对这个地方 美东跟基督教 如果说又是基督教 又是美东 这两者做一个交集的动作 那么根据独立性的关系 这两个之间可以拉开 变成两个相成 那么我们就把相对的这个几率列下去 基督教的几率是三三六 底下是一千 都是一千 那么美东 美东在这边是六百 都是一千的 于是我们算出来的话呢 是零点二零二 这是几率啊 那我们再算 第二个 基督教跟美西之间的关系呢 是一个交集 交集了以后 可以拉开变两个相成 于是基督教的比例是 千分之三三六 美西是千分之四百 我们计算机按一下 算出来的结果是 零点一三四 第三个 我们这个地方 你要知道了 这边的话 我们顺便也都填下去了 这边一三四 因为这是一千人 我们就跟着就一起列上去 再来是天主教对美东 天主教跟美东的话呢 这边是千分之 天主教三五一 美东是千分之六百 我们计算一下 零点二一 这边因为他都是一千人 所以我们把他的期望值 也都算到上面去 用一个刮虎来分开来啊 这样子让前后对照 比较清楚 再过来是天主教交集美西 天主教交集美西的话呢 是两个相成 天主教是千分之三五一 美西千分之四百 我们算出来结果是 零点一四零 紧接着 我们成了一千 这边就列出了一四零 犹太教交集美东 就这边快一点 就可以直接写了 三一三 这是美东是千分之六百 算出来零点一八八 这边就是一百八十八个人 预期的人 犹太教交集美西 这样子算出来结果是 犹太教是千分之三一三 美西是千分之四百 算出来的结果是零点一二五 一二五 这边就是一百二十五 我们把期望值 用红色的部分 标在观察值的旁边 这样方便我们去计算 他的卡方值 那么我们计算完毕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清空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 卡方检定 所以我们要计算的是 卡方值 卡方值的观念 记得观察值 减掉期望值 刮胡的平方 除以期望值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算 第一个是一八二 对二零二 一八二对二零二 这个地方后面 写后面的这个期望值 第二个呢 是一五四对一三四 后面一样 一个五有六个值 二一五对二一一 一三六对一四零 二零三对一八八 一一零对一二五 那么我们要计算一下 这个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呢 八点五五六 这个值到底是大还是小呢 我们还是要查一下表才能知道 那么现在先把我们的自由度 先找出来 这边的自由度 这是二列三行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要自由度是一乘上二 所以自由度是二 那么我们把卡方的表 把它叫出来 卡方的表 这边自由度是二 所以我们从自由度二的位置去找 我们用的是 这个α值是 就显著水准 我们用零点零五 我们找出来了 这个值 是我们的计算的出来的卡方值 这个是临界值 我们有没有超过它了呢 超过了 超过的意思就代表的是 这个上面这个值 差距太大 既然是差距太大的话 代表的是 它跟我们的期望 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不太一样 是不是跟区域无关了呢 于是我们最后的结论是 不能够接受H0 拒绝H0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独不独立呢 既然不独立 就代表的是 这个宗教信仰跟区域 是有关的 那么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 那这就是我们独立性的 简定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立体 我们现在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用到的一些资料 卡方检定 其实就是利用 观察值跟期望值的比较 如果说它能够 如我们的期待 那么观察值跟期望值 它差距就不会差太多 那么我们的卡方值 也就不会太大 既然不会太大 那么我们就不会列入了拒绝欲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 那么我们的卡方检定 因为卡方是平方的一个位置 卡方的这个图 同学都知道了 它只有在正的部分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没有左围检定 只有右围检定 卡方检定一律都是右围检定 而且它是五亩数分析的一个范围 那么最重要的 我们要小心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有的卡方检定 它的这个列连表里面 只要是有小于五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跟旁边一起合并 因为我们不希望它是比五还要小 我们下降了个范围检定 我们下降了个范围检定 大家可以帮我 我们下降了一个范围检定 我们下降了一个范围检定